美墨边境墙 这是一个分歧议题的实体象征 9公尺铁桩围出的栅栏 每公里造价1250万美元 超过台币4亿 而这边境是美国总统大选的主要议题 现年71岁的保罗尼克森 是慈善团体绿谷萨瓦里塔萨玛利亚人的义工 这一天他带着TVBS采访小组 到亚利桑那和墨西哥之间 索诺拉沙漠的崎岖边境 凌晨5点墨黑出发 两小时的车程有一大半 是没有瀑泊油的石头路 非盈利机构设立的庇护所 距离美墨边境只有一百公尺 这里有水 有食物 有毯子 用多国文字提醒入境者在这等着 来自墨西哥维拉克鲁兹乡下的一家三口 午夜两点越国边境 我们是他们到美国后最先见到的人 让人蛇集团载他们到边界 败价八千美金 五岁的孩子张着大眼睛 对这些初次见面的大人笑着分享他刚拿到的小玩具 每一会儿就把保利龙当桌子坐在地上画画 每天早上八点 边境巡逻队把寻求庇护的非法入境人士 在往35公里外的中转站 登记后送往土桑拘留等候身份裁决 一般来说墨西哥已单身男子 百分之百立即遣返 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统计 美国边境官员经守的美墨边境非法入境人次 在2023年12月创下将近25万人次的单月最高记录 今年6月拜登签署竞证命令 提高非法入境申请美国庇护的难度后 8月这个数据大幅下降到58000人次 事实上美墨边境围墙并不是全段都有9公尺高的围墙 像这边这个围栏大概120公分高左右 那么甚至旁边还有一个缝隙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可以到墨西哥的这一头 到这个地方的话 要穿越这个缝隙进到美国并不困难 但要在动辄设施40度以上高温的沙漠地区 存活下来并不容易 我们有机会和这13岁的小人蛇对话 很难 有很多热和冰 怎么会到美国的沙漠 没有,你必须送给它 每星期六是人道边界组织的补给日 在美墨边境往北90公里内 有40到50个饮水站 两天前我们做了五个瓶子 两个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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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头是394 如果它遇到500 我们应该要想想想想看 改善水和其他事情 水質的質素是好 請坐 謝謝 有 recent死亡嗎 有些人流通過那些地方 是在某種類型的土地 我們可以放一瓶嗎 如果有人肥或餓 我們給他們水和水和醫療 我們不問財務 你怎麼到達到這裡 你怎麼到達到哪裡 它不重要 亞利桑那土桑段的邊境 有420公里長 而邊境巡邏人力有限 要抓毒品走私 要載運尋求庇護的非法入境人士 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賀錦麗也說 如果他當選 會繼續維持邊境關閉 除非從邊境關口入境 否則一律遣返 雖然邊境牆是川普的標誌政見 但這不是從川普開始的 之前的歐巴馬小布希 還有柯林頓 兩黨總統都有份 對這些義工來說 他們在乎的是少一個人 在這段路途中喪生 人家的利益不是罪 我自己不能把壁倒掉 但我們要告訴我們我們在乎 我們在乎我們在乎 我認為這真的重要 TVB新聞黃松普尼嘉輝 美國亞利桑那州報導 我們在要看